委員長 部長 先給你問一下跟國家公元法無關 就是有關於身份證上的部分 當然我剛剛聽到說你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那我也去查了一下 我們也把我們先總統講公的身份證拿出來 上面確實是沒有國旗 可是我的想法比較簡單 就是第一個不要把它犯政治化 因為身份證是一個國家的身份代表 那如果說從第一代到第六代 從1947年開始 有的前面的五代四代都沒有國旗 第五代第六代開始都有國旗 那然後我們自己的內政部 在2018年的時候辦過一個 新式身份證的一個設計獎 這個設計獎的第一名是由聶永貞 他們所得獎的 上面其實是有國旗的存在 那我們覺得如果要放國旗 只要確定這個國旗不是屬於中國國民黨的黨徽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不是又創造者 這個第一名的為主呢 來做一下評審 不要摸那麼大 因為 是 我說這都是考慮 我告訴你很簡單 這身份證沒有中間 拿外國在用 萬一放到境外 中國大陸去的時候會不會被沒收 那我是覺得說無論怎麼樣 它只是代表我們自己國內的這個身份證明而已 不要一直在 第一個我們的護照一定有國旗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在這個地方再繼續去談那些無爭 沒有無謂的爭議 所以我說那個 那個不是一個 其實那個不是一個議題 如果要放我也支持啊 不放我也支持啊 應該是這樣子吧 對不對 就是說看我們原來設計者 他是用什麼樣的方向角度來看 那都有一個很不錯的說法 但是無論怎麼樣 中華民國是我們現在的國民是一個事實嗎 的確如此 國旗也是這樣子嘛 也的確如此 我們國旗還規定到憲法第五條啊 對啊 對啊 唯一的啊 國歌是沒有相關的規定 但是國旗是有規定的 對對對 好嗎 OK 那所以那個部長還是保持開放的態度 會這樣 我會再聽聽大家意見以後會做決定 好 OK 不要在這個議題上面讓他翻證 所以我說不要把它當成一個政治議題 因為這個根本就不是一個議題 現在就有人把它當成政治議題啊 我不再說拜登不能動作政治議題啊 對啦你要一再重申啦 因為你是部長的關係 是是 好嗎 好謝謝